你好,我是莉莉,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三峡大坝的事情 在6月24号的路德时评节目里边 路德说中国政府有可能会自己炸掉三峡大坝 并且嫁祸给美国 他说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呢 现在对冠状病毒的责任穷追猛打 一定要让中国负起这个责任赔偿损失 或者是其他的办法来冻结中国权贵在美国的资产 种种的措施呢,现在在一步一步的推进 这样的话呢,中国的CCP的高层就说 那我把自己弄残了,我示弱 是不是你美国就不舍得下手 就不能叫不舍得下手 只能是说看着我这么惨了,你再不好意思下手了 所以呢,他就有可能自己炸掉三峡大坝 然后的话呢,再嫁祸给美国 现在呢,在微信上或者在微博上已经有很多文章了 说美国要炸掉三峡大坝 这个消息的话呢,是由路德说的 我这个小草根呢,是没有办法拿到这么高级的消息呢 我想呢,跟随爆料革命三年来的战友呢 很多都清楚 路德先生呢,是郭文贵先生最亲密最核心的战友 现在呢,郭文贵先生的很多消息都是通过路德先生放出来的 路德先生还说,他这个消息呢,是对中共的高层说的 是给他们的一个警告,就相当于前些天 郭文贵先生呢,拿出了习近平先生的儿子的一个照片 说这个是谁是谁,然后呢,又给删掉了 在去年的香港反送中的这个运动上呢 郭先生也曾经说 中国政府呢,可能要对香港实行戒严是一个大校放出来的消息 他放出来这个消息之后的话呢 中央政府呢,就没有戒严香港 但是呢,只是穿上了香港的警服 让一些个武警穿上香港警察的衣服 去冒充香港警察在香港的大街上实行暗地里的戒严吧 但是没改名不张胆的 现在呢,路德先生把这个消息放出来 我估计呢,肯定也是郭文贵先生从内部得到的一些情报 跟随暴力革命三年来的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 无论对于郭文贵先生的性格上有什么样的不满 或者是说不对付,都可以这样说 但是呢,对于他爆料的精准 对于他拿到情报的精准 这一点呢,我们毋庸置疑 所以呢,中共呢,一定有这个打算 或者是有这个企图要炸毁三下大坝 然后呢,嫁祸给美国 但是中国政府有没有能力 或者是有没有意愿这样做呢 我们从冠状病毒上 其实可以看到 冠状病毒他已经投毒全世界了 最开始从武汉出来的 就是控制不住了之后呢 顺便就投毒全世界 本来是要对付香港的 他呢,就已经拿了武汉的人民做了小白鼠 然后的话呢,现在已经造成了全世界 四十多万人的死亡 所以呢,他是有能力 也有这个意愿 而且呢,也没有道德的底线 去做这个事情的 而且呢,最重要一点 他对自己的宣传 是非常非常的自信的 在武汉冠状病毒爆发的初期呢 大家呢,在网络上还有讨论 这个病毒到底是哪来的 对李文亮先生的训诫呢 网友呢,有很多怨言 或者说,不应该这样做呀 不应该那样做呀 李文亮先生怎么样 但是这才过去几个月 国内的网络就已经特别特别的赞叹 说中国抗疫是成功的 你看看西方那么惨 我们怎么样 我们的措施是实行的最好的 我们初期呢,只是犯了一点点的小错误 他呢,都可以把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用宣传口的那种能量吧 根本的转变了中国老百姓的这种想法和做法 就是我觉得他对自己的宣传呢 是非常非常自信的 中国共产党呢,其实有两大法宝 一个是呢,枪杆子里边出政权 如果你不服 那么就把你拖到监狱里边 实在不行,把你给弄死 他呢,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枪给钻住 另外一个呢,就是宣传 利用强大的宣传机器 或者是呢,现在呢 就是有这种网络的宣传 把那种不同的声音给压制掉 把讨论的声音给压制掉 大部分的老百姓听多了 谎言说一千遍 也就成真了 所以呢,现在呢 冠状病毒这件事情 很多很多的中国老百姓 已经相信是美国做出来的 并且是美国投毒到中国的了 你看看,他们是不是已经很成功了 我们再看看 75年河南驻马店的那个 板桥水库的 溃坝的事件 造成了几十万人的死亡 如果不是因为今年三峡大坝这个事情呢 我根本就没 根本就不知道 我想很多网友也像我一样 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事件 他们就可以把这个 很多很多死亡的事件给冰封起来 就像在六几年的时候 五九年 五八年到六二年左右吧 或者中国叫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然后呢 其实很多村民都已经饿得不行了 甚至整村整村的人饿死 但是他们只是在 村口架上了机关枪 连这些人去要饭都不可以 只是杨继省新华社的那个记者 发表了一篇文章 墓碑 但是呢 都这本书都没有在中国出版 中国呢 这个地方实在实在是太大了 只要自己家门口的这一亩三分地 完好无损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很多中国老百姓呢 就确信 别的地方你说的都是谣言 是不可信的 除非历史书上 或者是课本上有这个报道 我们才相信 所以呢 他们也就抓住了这一点 篡改历史 或者是呢 在教科书上做一些改动 然后就不让老百姓知道历史的真相 这个呢 他们七十年来屡试不爽 所以呢 控制中国已经控制的非常的牢固了 再有的话呢 最主要的是 他们认为他们的政权是最重要的 保住他们的政权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死个几千万的老百姓 或者死上亿的老百姓又能怎么样呢 而且现在的话呢 中国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人口了 中国的出口的这架马车已经彻底的歇菜了 基建的这架马车也在苟延残喘 消费又起不来 那么多人怎么办呢 而且60年代的很多人的话呢 已经进入到退休高峰了 太多太多的人呢 是需要去领养老金的 这样的话呢 还不如死一些人减轻他们的财政负担 这只是我私下的想法 或者是我对他们的话呢 一种恶毒的猜测 只能说我心可能是比较恶毒吧 但是呢 从很多网友或者从很多文章中 我们知道他们有可能也是这种想法 像前几天呢 郭文贵先生报道这三峡大坝的事情 就是三峡大坝已经像一个棉被那个样子了 然后呢 有可能会出事 然后呢 中央政府的这些个领导层呢 就是特别希望三峡大坝出事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知道 其实他们内心里是什么样的想法 还有 这几天呢 重庆殉情的相关信息 已经成了敏感的信息 重庆的公安局发布消息 如果有人发布对殉情不负责任的信息 立即逮捕法办 这样的话呢 就像当初对待吕文亮 或者是对待那个八个吹哨的医生一样 对于三峡大坝的疫情 不允许报道 实情 他说呢 就是谣言不实讯息 他说的不实讯息 就可以说了 怎么超过两米呢 1.9米 你就可以说是不实的讯息 所以的话呢 没有任何人可以去测量 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任何人发布有关三峡大坝的信息 都可以被逮捕法办 所以老百姓在网络上 关于三峡大坝 或者是其他大坝的信息 就更加得不到了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我只能祈祷长江中下游的水的话呢 就是降落的小一点 再小一点 或者是呢 干脆停掉 等到呢 就是说 干旱期的时候 飞讯期的时候的话呢 全国的老百姓一起呼吁 一起呢 想办法怎么样 让中国政府呢 把这个三峡大坝炸掉 如果他今年不出事的话 他毕竟是在那有那么一个定时炸弹 一直宣在长江中下游的老百姓的这个头上 总有一天他会溃坝的 这个呢 实在实在是太害怕了 所以呢 就只希望呢 这次殉情的话呢 不要出事 长江上中下游的呢 雨水呢 小一点 度过这次殉情的危机 等到干旱期的时候呢 再想办法 另外呢 今天再给大家讲一个 DT团队挖掘机爆出来的一个料 大家都知道红黄吧 不知道红黄 肯定是知道陈凯歌 这个呢 就当做一个娱乐笑话了 陈凯歌导演的第一任妻子 就是红黄 红黄呢 其实就是张含之女士的女儿 DT挖掘机爆料说 他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是毛的私生 也就是毛泽东的孩子 他说呢 放了很多照片 你看他从后期的他的长相 他的身材上越来越像毛将军了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毛将军 然后呢 越来越像毛泽东了 与他的那个亲生的爸爸 根本一点都不像 另外一个话呢 我们知道 红黄呢 是在1972年 就跟随着那种小的红卫兵 一起呢 降落到美国 上美国家人的家里边呢 由中国共产党出钱 其实也是中国老百姓出钱 去美国留学 他们从12岁就已经去美国留学了 那个时候的话呢 毛泽东还在说 打倒美帝国主义 但是呢 他们却把自己的这些个子女 那个时候呢 他说是张 韩芝的女儿 乔冠华的妓女 这样说的 但是呢 后来就是地梯的挖掘团队呢 说红黄 非常非常有可能 其实他 地梯挖掘机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他不是一个人 他是一个团队 有很多很多 是国内的战友 我想的话呢 这个呢 有很大的可能性 说红黄 是毛泽东的女儿 好 今天就到这了 这是一个小小的娱乐的新闻吧